一人徐怀玉近期参加了中国实惊秀 《乘风2023》引发歌迷们的期待 没想到她因为准备时间不足 导致第一场公演的表现欠佳 再到部分网友质疑她不认真 舆论不断发酵后 编剧著名发文表示 徐怀玉并没有对不起谁 而是受到节目组的利用 痛批节目组根本就是在职场霸凌 著名表示来参加节目的姐姐们都已经红过 他们不是要争取出道机会 而是要有足够的话题度 所以就算徐怀玉真的滑水 也不会影响到其他姐姐的成绩 就没有对不起对友这回事 著名也认为节目组优待高人气的姐姐 倘若不满意徐怀玉可以换人 而不是让她上台后又引导别人对她不满 这样的举动根本就是靠着徐怀玉的负面消息 来提高节目的话题度 因此是节目组对不起徐怀玉才对 请 stepua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hao grass Mitch Bos 由 ony 年